好,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 那么我继续来帮你解说这个Android框架幕后的设计模式 那么在谈Android的设计模式之前 当然我们必须要谈一谈这个四人帮,也就是设计模式这本书的23个Pattern 但是同样的,在我们谈软件的这个23个设计模式之前 我想帮你介绍一下这个设计模式的源头 这个源头呢,就是亚历三大建筑师 就是亚历三大建筑师的概念 这就是亚历三大,这是阿里坚德这个建筑师的这个定义 当你从它的定义当中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 一般甚至软件之外的设计模式的这个概念 因此你就可以把亚历三大建筑师的这个模式 把它对应到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那你对于这个设计模式呢,就会不极限在于软件的范围了 这样你更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它 所以刚刚说过的Pattern就是一种抽象的一种典范 一种结构上,一种常用的一种技巧或者是做法 你可以去套用它,可以去修改它 可以这个透过修改来包容你的特殊环境的这个需要 需要,比如说你学会了钓斧离山 但是今天你碰到的是一只狗而不是老虎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原来钓斧这个老虎呢 那你曾拿了一只这个其他的动物来引诱这个老虎离开 今天碰到狗该怎么办呢 干脆弄一个包子嘛 当然如果那个包子很难吃 像果不理包子天津的,那就没者啦 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味道比较香的包子 对不对 好,然后来引诱这只狗 那这就叫,这一个要适合你的外在的环境 做一个变化 所以设计模式是在引导你的思维 让你举一以反山 而不是让你拿来直接用 所以设计模式呢 不是无厘头的去用它 而是要思考之后才能够活用它 OK 所以我们在这本书 并不是要来让你直接无厘头的去套用设计模式 所以才要这么大费作章的 透过Android的环境 来让你领悟设计模式 就是希望你能够活用这个设计模式 就是灵活地掌握这个规则 然后融入这个大环境的因素 才能够得到这个具体有效的方案 而且快速度的 OK 所以我们就来对于亚历山大 对不对 当年1970年代 怎么样来定义 这一个pattern的 他说pattern就是 在某个contact之下 也就是在某个contact 某个外在环境之下 对不对 针对特定领域里头的特定问题 特定的问题 提出一个惯用的解决之道 这叫做pattern 就是对于常见的 在某个领域中常见的问题 那么在特定的一个外在环境下 他的解决之道 这个叫做pattern 那我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学校的校园 比如说北大 好了 这一个北京的清华大学 好了 那他有两种需求是冲突的 一个学生因为校园大嘛 所以需要交通工具来代步 另一种校园呢 也必须要空气清新嘛 这个脑筋才会清楚 才能够思考 才能够学习 才能够讨论学问嘛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冲突问题咯 那么怎么化解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依据亚历三大 所建立的格式来想一想 你的目的是哪里 这是整个的意图 一个目标 我们就希望有一个安静 能够交流知识的一个学习环境 但是有一个力量 学生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学生要跑来跑去啊 因为校园大啊 对不对 校园就是content嘛 就是在北京大学的校园 那么为了要学习嘛 所以要有交通工具来代步 对不对 那交通工具如果全部用汽车 那么空气污染 所以校园就不能清洁了嘛 所以校园需要清新的 这个空气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冲突了嘛 冲突的时候 那么现在有什么方案 可以化解这个冲突呢 大家都骑脚踏车嘛 用充电的 或是充电的脚踏车 或者是说 这一个一般的 用脚踏的脚踏车 不要用摩托车 不要也不要汽车 对不对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嘛 所以在北京的 清华大学 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好的pattern哦 好了 那么现在把这个pattern 可不可以用在别的学校呢 各位可以用在学的校园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咯 所以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用了这样的一个pattern之后 产生的效果 在广大平坦的校区里头 得到了安静 安全 又清新的读书环境 太棒了 我们终于这是一个好的pattern 那始终姐姐知道 是否有效取决于外在环境 好 当你要把这个pattern 拿到别的学校去的时候 就不见得咯 好 例如呢 在台湾的新竹的清华大学 这个清华大学呢 它是在山坡地上 很大的山坡地 这个时候呢 拿刚刚这个北京清华大学的这个pattern 来应用 它就无效咯 为什么无效呢 因为它在山坡地嘛 你的脚踏车骑不上去 所以不能解决了问题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外在环境改变了嘛 原来是一个平坦的校园 现在是一个山坡地上的校园嘛 同样的目的 同样的冲突 只是不同的contact 不同的contact 所以solution就不用了 不能用了 我们必须要改变 必须要调整 修正 依据这个contact来修正 因此呢 就是 只能用自行车 那如果骑不上去 可以用电动的 车子 没声音的 所以没有污染的 那 有污染的汽车 汽车是不能用的 所以要加上一个电动车 所以在这个 二十几年前 台湾清华大学的 毛高文校长 就很用心的 去 研发 这一个各式各样的 电动脚踏车 跟电动车 那结果呢 就必须要 如果我们装备 充裕的供电站 在广大的校区里头 就可以得到 一个完整 安静的一个 清新的读书环境 所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产生好的效果 所以 in contact 而来修正 这个solution 所以模式运用的好 能够化解冲突为祥和 让问题迎刃而解 自然让人感觉到舒畅 所以同样的 好的设计师 以流畅的方式 来运用 来弹性的 组合设计模式 成为一个令人心旷 顺利的设计品 这设计品呢 就让人感到快乐 快活了 OK 这就是帮你说明 亚历三大 他所定义的 这个设计模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亚历三大 在建筑业这个领域里头呢 他在设计模式 这个方面的一种 历史的眼镜 来给你了解一下 这设计模式的 这个 他的原由 那可以让你对设计模式 有更完整的认识 所以本书是以 Gone of 4的设计模式为基础 所以我就来说明 从亚历三大 这个建筑的设计模式 一直到Gone of 4的设计模式 这一段的历史 这一段的历史 当然 当你有兴趣 听听我的 50小时的 这一个 线上教学 我会告诉你 从这个Gone of 4 这是1995年 到这个2012年 高老师呢 从这个设计模式 延伸 再提出 EIT的 这个 造型 所以这中间间隔了将近18年 在这18年当中 进展的是什么 那这就是我 这个 透过Android 来说明这一段 我的心路历程 以及 在当今 Android 各式各样的运用 包括 智能家庭 智慧城市 斗机整合 斗屏互动 这整个的应用的情境 都是延续着 亚历三大 的设计模式 延续着 Gone of 4 的设计模式 延续着 这个Android Android Android的这个 Franwork 框架 然后 这个整个 构成了当今 在架构设计 上面的一个主流思想 OK 那我在 目前的 现在正在讲的 这一个 课程 我只是从 现在要讲的是 1.3 这是特别强调 从亚历三大的建筑的设计模式 到软件的Gone of 4 这个设计模式 也就是从 1964 到 1995 这一段的 期间的 engine 那么 对于1995 到2012 到2013 还有Android的 最新的 比如说到 当今 到4.X版的 这一个 在框架上面的 架构上面的 一个进展 那么就 请你有空 有兴趣 可以试听一下 我在麦壳网 推出的 50小时的 Android 架构设计 的课程 视频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回顾 这个历史 1964年 Artisan的 推出一本书 这本书呢 就是 叫做 形式 这就是造型 就是造型 造型的 一种组合 这是综合 跟组合 就是组成的意思 组合的一种 记录 一种说明 一种见解 所以他提出 这个形的概念 认为设计师 可以创造造型 来化解 环境中的 这个冲突 然后设计出来的 这个造型呢 常常可以 应用在不同的 环境下 只要稍作修改 就可以 有效的解决 相类似的问题 所以让这个冲突 变成和谐的现象 因此他就把这个 专家惯用的造型 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做 Pattern 叫做Pattern 就是 有一个专家 创造出一个造型 然后 大家 大家都 拿去用 都能够解决得很好 那就变成一个Pattern OK 所以 Pattern可以 又可以引导 设计师 创造更新奇的造型 OK 譬如说 我最近在提倡的 EIT造型 这个造型呢 现在逐渐有更多人来使用 它就变成一个Pattern的角色 那这个Pattern的角色呢 又可以引导更多人来 修正 来创新 创造更多更多的 EIT的变形 等等的 这种形 会改变 那这就是一种创新 一种创新 所以1971年 这本书 它就影响到软件液了 所以就影响到这个叫结构化的 城市设计 所以 这个影响了 当时的这个Uden 跟 Constanin 这个人 Larry 这种人 他的一个影响 所以 当时就从 Design Pattern 从这个 导出软件的 这个结构化 设计 所以你如果 在1980年代 那你会到处都可以看到 在软件的系统分析 跟设计 这一段 大家都在谈结构化设计 好 也就是说 在当年 在1970年 1980年的时候 大家都 在软件的 分析跟设计上 大家都采用 结构化设计 这种方法 OK 那这种方法呢 当时就是受到 Design Pattern 提出这个造型的概念 而影响了 这两个人 OK 而他们来 提倡 这种方法的 这种方法 OK 到1972年 这一段时间 亚历山大在加州的 伯克雷大学当教授 他就写了四本书 这本书叫做 永恒的建筑之道 这个有中文 环玉本 那这个 Pattern Language 也有 这就是建筑业里头的 一种 以Pattern 来组合 就是 变成一种 大家习惯上的语言 所以Pattern 所以Pattern就变成成语 变成惯用语 然后这个就变成一种文法 有它的怎么组合 所以有一个Pattern Language 那Pattern Language本身也是一个大的Pattern 所以它总共找了253个建筑方面的设计模式 然后在奥勒工大学呢 它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把它的设计模式直接把它用上去 OK 这是在这本书在细数着奥勒钢大学的一个情况 它的经验 然后这是在墨西哥 不是墨西哥 所做的一个实验 也是在描述着 运用了这个Pattern来设计 这个社区的一个情况 到1986年的时候 西加加有诞生了 当时的面向对象 在软件方面 面向对象就出来了 哦哦嘛 日益成熟 这个时候呢 那雅力三大的模式呢 又进一步的影响到软件的一个设计方法的一种改变 所以又影响到CAMBEC等等的将偶偶的概念结合起来 跟这个Pattern 这是在1987年的时候 它首先把面向对象跟Pattern把它结合起来 原来它的着重点在user interface 所以在1987年的这个很有名的软件会议上发表他们的论文 但是当时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热潮 OK 到了1990年的时候 在欧洲开的这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会议上这个会议上面吗 这个大家就开始行动咯 在这个研讨会上面 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研究生 博士班的研究生 叫做 Edry Gamma 跟这个Richard这个人呢 开始谈论这个设计模式的话题咯 到了1991年 同样的这个会议上 这个有了这个 美国Uninois大学的Jongson 这个开始加入 来讨论这个设计模式的相关问题咯 那这个Jongson本身 它是研究呢 很多很多的是应用框架方面的 所以它把这个框架啦 Pattern把它带进来 把它带进来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到了这个1991年 当年也刚好这个Gamma呢 完成它的博士论文 这个博士论文就 用了这个Delight Pattern 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 OK 然后就又有更有名的 另外一个专家叫做Peter Kold 也开始加入来研究 Design Pattern的这个相关的议题 相关的议题 然后有更多更多人加入咯 OK 这里一个Turned Up 也开始加入 写的像 写这个叫Tineless Design of Innovation System 这个都是 引用的 这个亚历三大 Tineless Way 在这里 刚刚亚历三大看到它的第一本书 叫Tineless Way 就是永恒的 永恒的之道 永恒的路线 叫做建筑的永恒之道 OK 所以大家都 延续的 这一个 Aligenda的一些思想 到1992年呢 大家就发表了更多更多的这一个模式咯 所以像Peter Kold 也发表了七个新的设计模式 然后 Ginnoi大学Jongson 也发表了跟应用框架之间的关联 那连续呢 在很多的计算机杂志上 也出现非常多的这个设计模式方面的文章 到1993年这个时候 Pattern已经变成跟OO 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只要谈论OO的领域 就会来谈论这个Design Pattern 所以就在Colado 美国中部Colado做的 这个Rocky Mountain 开会 讨论这一个 怎么将亚历三大的设计模式 一个更紧密的跟OO技术做结合 做结合 这是在1993年的时候 就是Cambac等等这些专家 好多人就组合在一起 来讨论 Aligent这个设计模式的概念 跟OO怎么把它组合起来 那么就基于这个Gamma的设计模式 博士论论为基础 再继续地研究下去 那这个小组要称为Hillside 就是洛杉矶的三边的小组 三角下的小组 所以呢 就逐渐地更多人谈论 这个设计模式 还有Grabble企业谈论 跟McCannigan到底什么关系 这样子的 那这是在1993年的时候 非常的热闹 大家都在谈论这相关的议题 到1994年呢 这个就更多的进展了 就由这个三路小组呢 三边小组 就提出了更多更多的 这个小型的会议 有Pattern Gallery的Program啦 等等的 变得非常的热闹 然后呢 Johnson也在这个RAWD杂志上 发表了很多他的成果 所以百花期望 大家都发表了很多很多 包括Bucci的书 也增加了Design Pattern的概念 还有在这个 纽约的Object Report会议上 也提出相关的 很多很多的议题 非常的热闹 所以就把这个模式啦 框架啦 架构啦 就把它全部组合在一起 到了1995年 那这个模式的应用层面 就逐渐扩大了 包括UI的部分 包括网络的部分 等等的 都有极大的影响 OK 所以到了1995年的 这个三编小组呢 就推出了 由他们四个人 共同呢 来出版了一本书 就是 当今业界 非常有名的 这瓷戏好几年 都是出版界的 在电脑领域里头的销售冠军 就是叫Design Pattern 的这本书 这就是今天 我们在谈的 四人帮 这本书 OK 那累积了23个 常用的设计模式 到今天 已经18年了 已经18年了 OK 那就在讲 这个18年前的情况 说明了 这23个 经典的设计模式的来源 OK 然后再回想 在18年前 我高焕糖高老师呢 当时正在纽约工作 正在纽约 曼哈顿 那当时呢 因为我也是跟人家热门 那也是 大家在写Pattern 那我也是把 跟Johnson 这个Illinois大学的教授 也一样的 有这个一起 在讨论 这个框架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设计模式 跟应用框架 也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写了一本书 叫做应用框架设计 入门以实力 所以在台湾出版了 这样子 然后 在去年 又经历了将近20年 我累积了很多很多书的经验 所以在2012年呢 我又写出一本新的书 就是专门 专门针对Android 应用框架开发的书 好 那那个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 发展出我的EIT的这个设计的造型 然后让这个整个软件页 可以提升到另外一个设计领域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在18年前的Design Pattern之后 到了2012年 我高老师认为进入到EIT的时代 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是属于免费的 是ebook 你可以到我的 这个博客 去下载 我的博客是下载 OK 那这个 我的博客的部分 是在博客园里头 我的博客是在 博客园 我的名字是高换腾 点EIT OK 点EIT OK 好 那么 最后就是 我累积了 当年从1964年 到1995年的一个 所有的相关的参考的文献 让你了解这一段 历史 就是从这个 Alexander 一直到 Gun of Four 就是从19 1964到1995 这之间的历史 帮你做个说明 OK 好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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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